笔记本电脑的散热膏要怎么换 今天因粉丝要求 更换红旗暗影骑士晴2022 让我们用简单6部将CPU温度降低11.6度 轻松提升笔记本电脑运行效率 笔电散热膏更换升级教程都在主页教学合集 也可在评论区提出你的型号 欢迎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第一步,事前准备 笔记本更换散热膏所需工具比较多 除了散热膏与清洁擦拭纸之外 有了拆解小工具可以让你事半功倍 若不想分别采购 可以在主页或评论区直接购买组合套装 第二步,拆机可与电源 笔记本背面朝上 用PH0型号螺丝刀 依次移除底盖上所有螺丝 共11颗螺丝 这边建议使用磁性收纳垫 避免螺丝混淆或移湿 使用翘棒,先拆除这个位置的外壳 翘棒从侧边插入 沿四周滑开 翘棒插入后上下撬动 可以更容易打开底盖 打开底盖后 用两根翘棒将电源线拔除 用翘棒顶住接口两侧向外推即可拔除 移除电源后 记得按住电源键15秒进行放电 第三步,拆散热器与清除就散热膏 用翘棒拔除两侧风扇电源线 移除左侧固定风扇的两颗螺丝 移除右侧固定风扇的两颗螺丝 按照对角线顺序 依次拧松散热模组上的防托螺丝 这边特别要注意选择品质好的螺丝刀 如Cooling Monster Combo 01 并且在拧螺丝时 螺丝刀垂直与水平面施加压力 以避免螺丝滑丝 轻轻拿起散热模组 放置在电脑旁边 为了更有效率清理救导热膏 我们推荐使用 Cooling Monster Clean 01散热膏清洁擦拭纸 若怕弄脏手 可以戴上我们套装附赠的依次性手套 这里可以看到 经过长年累积的使用 散热膏已经变干 散热效果也有所下降 需要及时清理和更换散热膏 第四步 清理风扇灰尘 用PH000型号螺丝刀 移出两个风扇外壳的螺丝 打开风扇外壳 使用防静电刷 清理风扇和散热铜管上的灰尘 使用压缩空气能清理细节 显著提升清灰效率 使用压缩空气要隔一小段距离 以避免一体喷出 上述清理工作完成之后 别忘了清理背板上的灰尘 第五步 涂抹散热膏 这里我们使用了 Cooling Monster Code 01高性能散热膏 散热膏过多过少都不好 适量挤一点即可 也可以直接使用单点式涂法进行涂抹 涂抹散热膏时 需要将刮刀用力下压抹平 第六步 装机 接下来按照远路依序装回 装回两个风扇的外壳 先按照对角线顺序 依次将螺丝拧至其分井 等全部锁上后再拧紧 避免过多用力 装回两侧风扇 拧回螺丝 插回这个接口 插好风扇电源线 最后使用撬棒将电源线插回主板 盖回笔记本后盖 扣老卡扣 拧回后盖上的11颗螺丝 就大功告成了 关注我 告诉我你的笔电型号 我来帮你让他宠获新生